2021年上半年的爱情运势 相信大家都很心急知道 2021年上半年的爱情运势 但以下的分析 大家记住同一时间 要参考你的上星星座和太阳星座 天秤座的朋友留意 2021年是你最王的桃花年份 2020年年底 那颗木星进入了你们的恋爱宫位置 你们在明年的恋爱关系上 是适合开狠和播种的最佳时机 如果在寻找对象的朋友 一定要好好把握 下年出现适合伴侣的时间 记得开放自己的心情态度 多些结识朋友 扩伏你们人际圈子 如果本身已经有拍拖的朋友 和另一半的感情有真无减 如果正打算拉起天窗 也是很好的时间 另外如果你们本身是一对夫妇 想进行生育大姐姐生BB的话 也是非常适合的 又到天蠍座的朋友 明年你们的伴侣关系 会反反复复的 其实下一年的重点 反而是你们的家庭关系 和家人的相处 沟通和联系 如果一月和二月的时候 可能在你们的学习场所 旅行途中 结束到你们的心仪对象 又或者透过你们的同学 兄弟姐妹介绍而认识 如果本身有伴侣的天窗朋友 可能会发现 其实自2018年以来 你们的另一半关系 都会开始反反复复的 因为有一颗金牛的天王星 正是留在你们的伴侣公位置 和另一半的关系 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 或者你觉得 以往的相处模式 已经不再适合你 感想在两个人之间 有一场革命那么夸张 所以留意你想改变也好 但也要照顾到你另一半的需要 否则会破坏大家的关系 又到人马在朋友了 其实明年人马在朋友 重点基本上是放在学习 和旅行身上的 如果明年的疫情没落 交通又回复 最好适合到处旅行 增广见闻自己开开眼界了 最佳戀爱的时间 反而是三月中到四月中的时间 留意 不一样化人化育的人马在 如果你遇到心仪的对象 记得要用积极和主动的态度 追求对方 成功的机会会大很多 留意同一段时间 有一粒箱子的火星 留在伴侣公 如果有拍拖的朋友 记住 那段时间很容易和你的另一半 吵架争争 我觉得要收回自己的火 令大家关系没那么复杂 那到山羊座的朋友 留意明年的一月和四月 你们很容易和伴侣发生冲突 由于明年对山羊座的朋友来说 是专注工作和找银两的一年 着重金钱大来的满足感 在你职场上也十分有运气 可能有升职加身的机会 反而感情运上 留意一月和四月 因为有个粒火星分别转入你们的 戀爱工和伴侣工 小心和另一半的关系很容易起冲突 如果你们过分执着于 和伴侣之间的想法差异 但是又闷在心里面不肯表达 反而要另一半估计下的话 就十分不明智 最好大家沟通时候 要坦坦白白真情表达 化解了你们的冲突 达到水平座的朋友 其实2020年可能是你们 一个低潮的一年 情绪和司法方向上 都需要深切的反省和检讨 但是到了下年 你们反而会慢慢重拾对自己的信心 确定未来的方向 戀爱方面 直到五月才是水平座朋友的桃花月 到时可以多些利用交友apps 网络渠道 尋找你们的发展对象 这也是态度开放水平座朋友一贯的做法 此外 到六月之后 火星会进入慢烈的狮子座 到时水平朋友的伴侣公 由于有一颗火星在 到时你们另一半的关系 可能不会恶化 和和你的伴侣争吵 避免因为面子和好性心的问题 而不愿意妥协 反而破坏了大家的关系 最后到双鱼座的朋友 一向戀爱大过天 就是双鱼座朋友的特征 但到了下年 反而他们会更加投入自己的生活 忽略了戀爱 为何这么说 因为到下年的上半年 他们反而是最深于自己的生活细节 和内心世界的修行当中 一月初的时候 有颗金星在山羊座 他们会比较积极见朋友 去和他们联谊 大家会去吃饭 和聊聊聊天 但过了月份 他们会藏起自己 因为那颗水瓶木星 在明年会停留在他们的隐蔽 公位代表潜意识 黑暗的意思 相遇在朋友 所以会追深於自己的自我世界 或者身心灵的修炼 如果有宗教信仰 反而是会更加狂热和投入 或更加希望做些义务工作 做義工和服務他人 所以平日最執著的感情事 反而不是他們的重點 我們看看十二星座的運程之後 不如你幫我們總結一下 最好愛情文的三個星座是哪三個 我覺得上次序應該是天平座 然後獅子座 最後是水平座 所以都是和分 不要緊… 我就是專心工作 不過我不好也想大家好 所以下年如果愛情文很好的朋友 記得要多點留意 大家加油! 祝福大家!